如果您也有使用脸书 最近可能跟我都有同样的困扰 就是为同学朋友或一些陌生人加入了这个购物社团 那主要是因为脸书对于有人邀请你加入成为社团的会员并没有任何设限 也就是看准了这个漏洞 被社团利用制造业绩 而新的诈骗手法也应运而生 上脸书最近有很多人有共同经验 那大部分加入的都是哪一些 购物的 购物 然后里面卖什么 衣服 鞋子 包包都有 上脸书只是想跟朋友知道朋友近况 可是并不想要背广告或者是叫你买什么东西 被迫加入购物社团已经很恼人 更惨的是这位黄小姐账号还曾经被盗用 用我们的名字然后发给我自己的朋友 说什么你帮我什么传一些照片啊 帮帮我传一些什么广告这样子 这我觉得很困扰 盗用别人账号 然后把她的朋友加入购物社团 也让成了诈骗集团一种新手法 因为她就是利用社团里头的便宜货来吊你上钩 再来又管你提供简讯认证码 声称方便交易进行 但一旦提供了不但有可能收到大量金额的账单 还有可能被拿去当人头互利用 后患无穷 sbook现在的政策是说你可以任意加别人的社团进去 但是不用经过允许 尽管这些购物社团的会员人数都高达几十万 不过几乎都是乱枪打鸟被胡乱加入 而货源疑似来自大陆的山寨品 因为版主广告的漏了线写出了简体字 所以就要被加入的网友反弹留言 拜托不要再到朋友的账号了 他又进入了诈骗集团 而不想被加入只能被动的自己退出 但是不想账号被盗其实有秘诀 在脸书的账号计定有一个叫做账号保安 那账号保安里面呢 它其实有一个可以让你去做登录通知 如果你用简讯通知的话 甚至你还可以要求说登录的时候呢 他发送一个密码给你 买东西还是别在陌生的社团里头贪便宜 当然常常更改脸书的登录密码 也是避免被骇客盗用的保证之道 周年新闻张卡亮蔡培林台北报道